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选体制备的疫苗也被称作菌苗 疫苗接种于人体 使机体主动产生特异性免疫力 疫苗可以分为灭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和类毒素等 灭活疫苗是指先对病毒或细菌进行培养 然后用加热或化学制剂 通常是富尔玛林将其灭活 灭活疫苗既可由整个病毒或细菌组成 也可由它们的裂解片段组成 称为裂解疫苗 减毒活疫苗是指病原体经过各种处理后 发生变异 毒性减弱 但仍保留其免疫原性 将其接种到身体内 不会引起疾病的发生 但病原体可在机体内生长繁殖 引起机体免疫反应 起到获得长期或终身保护的作用 类毒素疫苗是一些经变性或化学修饰 而失去原有毒性而仍保留其免疫原性的外毒素 接种于人体以后 使机体主动产生特异性免疫力 常见的疫苗及其可预防的疾病 包括 麻筛风三连疫苗 用于预防麻疹 筛线炎和风疹 白白破三连疫苗 用于预防白喉 白日壳和破伤风 以及预防甲型肝炎 乙型肝炎 流感 脑膜炎 肺炎 脊髓灰脂炎和水痘的疫苗 接种肝炎病毒和人乳头流病毒疫苗 可以防治肿瘤 肝炎疫苗 就是人类乳头流病毒疫苗 主要利用基因重组技术 产生L1一颗蛋白 L1一颗蛋白自行装配 形成HPV形别特异的病毒样颗粒 病毒样颗粒不含DNA 不具备复制能力 不同种类肝筋癌疫苗 含有不同型别病毒的L1一颗蛋白 表中列出了肝筋癌疫苗的种类 疫苗的商品名 疫苗类型 疫苗所针对的HPV型别 价次越高 所包含的型别越多 图片所示的是市面上所受肝筋癌疫苗类型的商品名 还有包装 肝筋癌疫苗接种的原则是在第一次实质性性接触之前接种疫苗 肝筋癌疫苗接种时间和祭祀根据人群不同 美国CDC推荐的接种人群 年龄和祭祀如图所示 在我国专家建议 酒驾肝筋癌疫苗的接种年龄是16到26岁 对于已婚或者有性生活史的女性 建议在接种肝筋癌酒驾疫苗之前 要做肝筋癌的筛查 再排除高危HPV感染 排除肝筋上皮病变的情况下再接种 肝筋癌疫苗接种具有可靠的保护作用 但必须注意 疫苗针对的型别并不包括所有高危及低危型别 所以 已婚妇女定期妇科检查依然不能忽视 另外 还要记住 安全的性行为具有重要的预防作用 这一部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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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